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疆戏拍的都比较 比较惨烈 对 因为新疆那边太冷了 因为一拍幻境呢 就要可能有时候衣服呢 可能就不是那种日常穿着的衣服 然后幻境衣服大部分都很薄 就可能飘着是沙这样 不过因为它已经进入到新疆拍摄的后半段了 然后基本上雪已经快滑完了 所以那时候出现情况就是我两头跑 先去抢文系组的戏 抢文系组的戏 再被架来武系组 然后继续拍武系组的戏 穿心之战的戏倒没有什么比较难完成 因为在雪里骑马和在正常路上骑马 状态还不太一样 因为跑起来之后首先雪的厚度会让马没那么稳 其次是有时候马蹄扬起来的雪啊什么的 很容易打到眼睛里面 不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睁不开眼 所以就是盲起 也不是完全让我们生眼 因为还是会有小绿人 就穿着绿色衣服的人 所以昨天那个画面太诡异了 小绿人然后上来可能扑啊咬啊拽啊 去帮我们搭一些反应 冷的话可能最多在镜头里面感觉鼻子是红的 台词有的时候容易说不利 热的话可能比较要命的 因为我太出汗了 然后一热的话那个汗流了 可能有的时候头套都会看 所以说就化妆老师一遍一遍上来沾头套这样子 不太容易告诉大家说它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每个角色传递给观众的核心不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乱世 然后它在整个乱世里边去描绘不一样的角色 不一样的形象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传递给大家的东西都不一样 只要看观众说到时候看这个戏的时候 他喜欢哪个角色 他可能就会接受哪个角色传递给他的价值 黑暗中的一丝曙光